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兰 本期视频给大家介绍的这部评分很高的动漫 《强风吹拂》 这是讲述一切拥有雄心壮志的少年们挑战来回东京香根异传比赛的过程 一般上运动发动不太受宅宅们的喜爱 但这部评分高达9.6的《强风吹拂》到底能吹出什么样的风呢? 就请你听我娓娓道来 在一个夜晚,偷了东西的藏原走这一非常快的速度奔驰在街上 突然,一位数不相识的人骑着自行车追了上来 一脸欢喜地问,喂,你喜欢跑步吗? 这名长得非常莫名其妙的男子,名叫惠鹅 就这样,藏原被惠鹅拉到名为竹青庄的老旧公寓住了下来 这间公寓住着9个男人,大家都互相喜喜,关系非常好 虽然各自有各自的梦想,但被集合到这里也许是天意吧 而藏原就是这间公寓的第10个男人 首先,先简单人物介绍吧 这只狗叫妮拉 这两位是陈家兄弟,哥哥陈台和弟弟陈翅 接着十三三高智,外号神童 后面这位是绑口杨平,大家都称呼他为King 这位就是现实世界常有的宅宅,薄奇茜,外号王子 接着这位是平田张宏,大家都称呼他为妮谷 也许是因为爱抽烟所以才有这个外号的吧 旁边这位是盐昌雪燕,姑且称他为阿雪 最后这位是来自非洲留学生穆煞 我敢说要是有一位裸男笑咪咪的对着你说 请多指教,你也一定不会想回复他 大家在客厅一起欢迎第10名房客的入住 在这欢乐的气氛中,有人体育要去旅行 这时蓄谋已久的辉恶建议大伙去一个名叫香根的地方旅行 大伙都觉得不错,那是坐电车还是租车过去呢 都不需要,用跑的 为什么用跑的呢 因为在香根一年都会有一场名为香根异传的接力比赛 每个队伍都需要10人才可参赛 灰尔也坦白了,这里其实是宽镇大学田径部成员宿舍 也就是说大伙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田径部的成员了 大伙都惊呆了,全都表示拒绝 战员一脸坚信的表示想去香根遗传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而这部动漫的走向其实非常简单易懂 也就是大伙一起努力跑完了香根 也许过程坚信坎坷,但坚持到底又是有多少人可以做到的呢 香根不是爆了名就可以参加的 参加选手必须成获得16分钟内跑完5公里的成绩 为了让所有人都参加比赛 灰尔私底下付出了很多,也花费了很多心思 就算全员都参加了,大家都有这个能耐能通过预选赛吗? 有,绝对有,要说为什么? 还请你听,我说 其中最可怜的就是王子了 跑步对其他团员来说也许是业余 但对王子来说连业余都算不上 也许你可能认为他无法跑出5公里16分钟的成绩 当然就是这么一个甚至落不尽风的漫画仔 硬生生的跑出了16分钟的成绩 实则上他在练习中5公里跑了35分钟 但夸张的不止这些 他的跑姿简直和上次没两样 也许他没有任何运动天赋 但他还是凭着过人的耐力以及不停的努力慢慢的进步 最后在20公里的赛程中他成功脚榜 就是这么一个永不放弃的人 我由衷敬佩他 慕莎是一个外国留学生 他稳重 不逞强 脚踏实地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喜欢竞争 得知自己将要跑第二区时 他的内心感到不安 认为自己办不到 他会让相信着自己的队友们失望 也是因为会要不断的鼓励他 他开始有自信 开始喜欢跑步 相信着自己也相信着他人的力量 最后成功脚榜 恭喜 这对双胞胎是动漫里的火爆 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 努力真的有用吗 努力了 梦想就一定会成真吗 他们不断的思考也不断的否定自己 但从开始被灰鹅逼迫跑步 到最后自己心甘情愿的跑 他们后悔了吗 他们并不后悔 只因有伙伴的鼓励 他们也开始振作起来 弟弟成次有着和哥哥不同的梦想 他想超越藏元 想远远超越他 想成为比他更厉害的跑者 因为有伙伴 有对手 为此他们不能停下脚步 最后兄弟俩都成功跑完 在强风吹拂中 见得最多的就是努力了 但努力过头也是会前功尽弃的 如果你看过神通跑的那段 应该都会感到非常难受 就在比赛当天 上天没有眷顾他 让他发了高烧 即使脸已经红了跟苹果一样 头昏眩盈的快看不清道路了 手脚无力的快倒下了 他还是不停的跑 不停的跑 虽然有不停支持他的观众和家人 也有想让他放弃的人 他到底为了什么这么坚持 为了同伴 为了目标 还是为了自己 他停下脚步后说了一句 因为大家都在等我 随后便带着长坡不堪的身去 继续跑向终点 这就是不放弃中最典型的例子 还是那句 由衷敬佩他 阿雪是他们当中最聪明的 是人们口中常说的天才 他只用了一年 便通过了司法考试 他也怀疑自己 究竟是不适合跑第六区 他和家人关系不好 因此在听到家人为他呐喊的那一刻 他更加坚信自己必须更加努力 为了家人也是为了同伴 最后成功交绑 差两秒就能拿到区间奖了 但也许这两秒永远都达不到了 因为他的双脚已经全被鲜血染红 尼古城市长跑运动员 但因体格关系被教练劝说退出长跑 他开始自暴自弃 开始抽烟 国者穷途落魄的生活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他还是想尽情的奔跑 尼古非常幸运 在自暴自弃的期间遇到了灰恶 让他重新拾回信心又开始了跑步 尼古也是个不亲眼放弃的人 他对跑步有多热爱 也许你并不了解 但可以知道的是 他喜欢跑步 对跑步的热情不管多久都不会改变 最后成功交棒 结束了自己最光辉的跑步生涯 King哥是一位向往大学生活的人 但进到大学后 却发现自己想过的根本不是这样的生活 要毕业的他在求职之路处处碰壁 但他需要钱 需要为了未来去努力 根本没时间去跑步 又是灰恶 是灰恶让他见到真实的自我 如今为了伙伴也是为了自己 他敞开心扉 对自己坦诚相对 最后也成功交棒 恭喜 张语言可以说是整个团队跑的最好的运动员了 但他不善交际 也不愿意去相信任何人 他想一直跑下去 因为他认为只要不停下脚步 就能超越任何人 曾经一度认为队友是累赘的他 正一停下脚步 才意识到 跑步从来不是一个人 而是需要真心去接纳队友 才能跑向更广阔的世界 他一直都在突破自我 想变得更加强 但他想跑到哪 真的有他到得了的重点吗 我想有的 只是他还没找到而已 尽管如此 他也是成为了同伴们的榜样 成为同伴们都想超越的目标 最后也成功交棒 还刷新了区间纪录 恭喜 灰恶可以说是整场比赛的重点人物 毕竟没有他就不会有这个队伍 但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坚持要跑相跟吗 曾经热爱跑步的他 因过度训练把脚给弄伤了 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跑步 就算被所有人否定 也坚信着自己的梦想不断向前走 好不容易急急的所有人 但还要解决团队中的各种矛盾 以及用心两国的鼓励他们参赛 他甚至累到趴下去了 也从来没有抱怨过 他一直都是支撑整个队伍的核心 所以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 就算脚已经非常痛了 他也是咬紧牙关 带着大家的梦想 完成了最后一棒这个重任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就如我前面所说 这部作品看到最多的就是努力了 在所有的天赋中 努力可能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 努力过后 你成功了吗 这个世界是很奇妙的 有时就算你努力了 累得快要倒下了 才发现自己还是输给了那些 拥有天赋的人 但就算这样 也请你不要亲眼放弃 在这里先给正在为自己梦想 而努力的人一句 也许今天无法实现 明天也不能 但重要的是 你一直在努力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影片不妨帮我点赞订阅加分享 我是阿兰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